你的整個的家人 太太 女兒 都跟曾國偉 還有曾國偉的女朋友 蘇嘉全不但當過立法院長 而且還當過總統府秘書長 這個是蔡英文真正的新婦 另外一個讓你大家看到更昏倒的 居然是我們的警政高層 陳嘉欽 我們身處混暖的時候的陳建仁 葛奎馬上就幫忙講話啦 說啊 他們要成立打炸專責辦公室 請誰來負責 陳歐珀嗎 跨部會要做好打炸工作 請陳嘉欽嗎 他們要確保民眾的身家安全 這不做請貴貴又堆嗎 IMB集團全台狂詐騙25億 接受詐騙集團房子跟車子的 民進黨立委陳歐珀宣布退選 還強調自己跟詐騙集團不熟 但藍軍大爆料 不只陳歐珀用詐騙集團的房跟車 陳歐珀太太的婦女聯盟 登記地址也在詐騙集團給的辦公室 女兒更是和祖先黃國偉的女友 張淑芬一起買房投資 根本全家都被詐團給包養 政治人物去使用詐騙集團的車子跟房子 這樣不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嗎 民進黨不需要去做一個檢討嗎 是有部分的派系在挺陳歐珀 而我們想到過去全黨挺林之間的抄襲 像是不是全黨挺陳歐珀的詐騙集團 IMB炸騙首腦難道真的跟綠營高層牽扯不清 立委津報前總統府秘書長蘇嘉全 和前檢政署長陳嘉欽 進程和通緝中的詐騙首腦曾國偉同桌吃飯 好 真的這麼無辜嗎 真的是誤上賊船嗎 恐怕不是像陳歐珀所說的吧 哪有這麼簡單 人家提供你房車 你通通都不管這個人的背景是什麼 用得很開心 其實不是只有你用他的房 用他的車而已啊 我們看到他不但是提供他服務處跟坐車 甚至於陳歐珀的太太徐慧瑜 她是宜蘭縣進步婦女聯盟的理事長 基本上就是民進黨的一個車椅組織 他們的婦女的團體組織 那麼這個組織也是登記在 她所有的這個民產的房下 地產的這樣子的一個註冊在那邊 辦公室借他們用就對了啦 另外陳歐珀跟徐慧瑜的女兒 也跟曾國偉的女朋友張淑芬 一起合資購物投資 哇塞 這個關係可夠親密了吧 說是說合資購物投資 真的有合資嗎 合資的比例是什麼呢 那投資來的錢又怎麼分呢 是一個洗錢的手法 還是真的合資購物投資呢 這恐怕還要再細細的追下去 但問題是說你的整個的家人 太太女兒都跟曾國偉 還有曾國偉的女朋友關係匪錢 請問一下 你會跟一個完全不認識的路人甲 來合資購物投資嗎 這可不是 要購物投資不是小錢 你們家錢太多了嗎 換句話說 網路上就講說 你們根本全家都被這個 詐騙集團的手腦在包養中 這也太嚴重了吧 怎麼可能說不熟 不認識誤上賊傳呢 這恐怕已經是撇都撇不清了 不是別人要政治追殺你 權力法院有100多個立委 為什麼不追殺別人 要追殺你陳歐珀呢 好啦 我們再來看 事實上就有人爆料 這是陳歐珀的友人 當時他們截圖下來 陳歐珀跟他的友人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LINE的對話 告訴他什麼呢 跟他講說曾國偉 是P2P的融資平台業者 就是不法吸睛業者 委員你不應該經常一起狂歡飲業 換句話說不是一次兩次 是經常一起 好 那麼還說 檢調未來在一至兩年之內 一定會介入偵辦 都講得這麼具體了 秦委員要遠離違法犯計的分子 尤其這種不乾淨的政治獻金 你要少碰為妙啊 看到沒有 這邊還特別講了 曾國偉的夫妻又在炫富啦 小心喔 一直叫他要小心啊 所以有人苦勸不聽 這是兩年前 哇塞 現在真的是兩年來的 賴都會截圖 然後把他保存下來 現在的人生心機越來越深 好 不管怎麼樣 人家是拿出截圖來證明說 他跟陳歐珀是認識的 而且在兩年前就警告他 不要跟曾國偉走太近 換句話說 這難道不叫鐵鎮如山 什麼叫做鐵鎮如山呢 你根本就認識他 而且你知道他的背景 不單純很複雜 可是你還經常一起狂歡飲宴嗎 而且你的太太 你的女兒都跟人家糾葛不清啊 好 不只是這樣 還有更大的爆料 看到沒有 這可是白紙黑字的敬邀餐序 時間地點還有出席所有人 是一個非常正式的邀請啊 為什麼非常正式的邀請呢 因為來的都是好大的大咖耶 第一個蘇嘉全 哇鼎鼎大名啊 蘇嘉全不但當過立法院長 而且還當過總統府秘書長 這個夠大咖了吧 這可是蔡英文真正的心腹啊 要不是因為蘇嘉出世 事實上蘇嘉全很可能是會接隔魁的 好 蘇嘉全榜上有名 另外一個讓你大家看到更昏倒的 居然是我們的警政高層耶 陳嘉青 警政署的署長啊 然後看到沒有 曾國維 張淑芬 他們的這個男女朋友黨 怎麼會通通在座上兵呢 而且 拜託喔 這可不是10桌 20桌 3桌 5桌 就是這一桌 這一桌通通坐在一起 府院高層 就跟詐騙集團的首腦餐序 這是怎麼回事啊 陳嘉青趕快跳出來 你千不該 萬不該 別人就算誤會好了啦 搞不清楚曾國維跟張淑芬的背景 你那詐騙集團嘛 被騙也是很正常嘛 問題你是警方耶 你對他們過去的前科 他們的案 他們的狀況 難道完全不清楚嗎 你居然還是坐上嘉賓啊 趕快撇清陳嘉青說 適應朋友邀請 我根本不認識 我只有去打聲招呼而已 這看起來不是 只有打聲招呼而已啊 這就是這一桌的名單 這是非常正式的邀宴 有去參加過這樣子邀宴的 你會寫在名單上面 通常你是不會 只是去問導遊而已啊 表示說 這可是千挑萬選 不是大咖 重要的咖 是不可能上這個桌的 如果你那天有事情 沒有辦法來的話 會換人的啦 所以我是不相信 陳嘉青只是去打聲招呼而已 而蘇嘉全的幕僚也趕快出來撇清 說不認識不認識 好啦 所以我們的府院高層 警政高層 一天到晚都跟不認識 而且暗藏的詐騙集團的首腦吃飯嗎 這怎麼撇也都撇不清了 但是我們伸出溫暖的手的陳建仁 格奎馬上就幫忙講話啦 說媒體捕風捉影 這叫做捕風捉影嗎 那麼你們要跟黑金的距離 可真是太靠近了 像這種東西都應該切割得非常清楚 不讓他們可以如此的近身靠近 而今天都已經混在一起了 我們的格奎屈揚還怪媒體 說是媒體捕風捉影 民眾不要誤傳 現在是在恐嚇我們的民眾嗎 說他們要成立打炸專責辦公室 請誰來負責陳歐破嗎 好 跨部會要做好打炸工作 請陳嘉青嗎 好 他們要確保民眾的身家安全 這不合作請貴體育堂嗎 如果你都沒辦法嚴厲的 來表明政府打炸的立場 如果都沒有辦法清楚的 跟詐騙集團的切割 展現出你今天民進黨執政 應該要有的最起碼的道德水準 而在這邊打迷糊仗 幫忙甩鍋 甚至於罵媒體 那這樣子包庇自己人 也太明顯 太粗魯了吧 陳亭妃也突然講話了 他說你們要相信陳歐破 因為第一場成立打炸國家隊記者會 就是陳歐破發起的 聽完了以後你會不會大笑三聲 因為這樣所以就跟詐騙集團無關 原來他就是因為他跟詐騙集團很熟 所以趕快來成立打炸國家隊嗎 因為這樣子就可以逃避 甚至於假裝自己很高明 很清廉嗎 結果沒想到打炸國家隊裡頭就有 打這個詐騙集團的暗裝在裡面 網友就說左手詐騙國家隊 右手打架辦公室通通都一樣 你們根本跟詐騙集團是一樣一夥的嘛 歐破都不選了 就找他來當專責主任吧 我也是這樣講的啦 好 所以我們看到賴事寶就看不下去了 說我們去年已經花14億成立打炸國家隊 今年第一季比去年的同期 居然還多出2000多個受害者 越打越嚴重 現在又要成立打炸辦公室 又要拿我們白花花老百姓的納稅錢 結果丟到水裡還通通醫生了 那這個是在幹嘛 IMB詐騙數十億的大案 到今天沒有任何進展 成立再多的辦公室也是突然 成立這麼多的國家隊有什麼用 成立打炸辦公室有什麼用 如果連今天陳歐破出事都不敢切割 陳歐破出事都不敢辦 都不敢展現今天政府的決心 還在禍稀泥 那你今天民進黨有什麼臉 出來告訴大家 你打炸 詐騙集團趕快就知道 有學習的對象 怎麼樣趕快去拉近 跟綠營新貴的這些關係 趕快跟他們同桌吃飯 趕快提供他們政治獻金 自己人就不會被抓了 cũ 趕快家利